钢弹现身新北动漫迷嗨翻 新北市首届动漫节 昨天在板桥435艺文特区热闹登场 勇夺今年台湾超级cosplay冠军的小马夫妻 穿着纸质盔甲 化成钢弹机器人亮相 吸引台下动漫迷狂拍 连来站台的新北市议员李婉玉 也变成钢弹粉丝 展馆外有大型变形金刚公仔 与彩绘钢弹机车 民众都争相合照 另外工作人员也会扮成 可爱公仔娃娃与民众互动 新北市文化局说 动漫节展览为期23天 活动主题非常多 包括动漫主题展 动漫市集 动画电影院及互动区 透过模型 数位立体书 互动投影装置 让民众实际感受到 身丽其境的乐趣 动漫市集 动漫市集 台北报导 有点请不吝点赞 订阅